好 谢谢 好 那大家好 那也谢谢这个介绍 那今天呢 除了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应该要 特别注意什么 那不过首先还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 一起来聊一聊 那更开心的当然是说 这个过去这几年之间 就是这个 关注这个OGP开放政府啊 相关的这些伙伴 能够一起协助推动 不管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朋友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跟大家一起 这个实际的来讨论 要怎么样执行跟评估 那其实是 走了很远的路 那也非常的兴奋 好 那 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的 共同创办人跟执行长 那我的本名叫吴明轩 那 台湾民主实验室呢 是关注这个就是 科技时代 就是对于民主的新的威胁 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那我们2019年才成立 那目前大概有十几个人 那 OK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那其实 推动这个开放政府 其实是一个 挑战现有的 改善现有的这个制度 或者是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是在改善 在推动一个开放的文化 那这个文化不只是对公务体系的 里面的文化 还包含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公民社会 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就是更全面 更系统性的一个方法 那需要所有的人参与 那这个所有的人不只是政府单位的人 也包含就是这个民间社会 公民 然后以及各式各样不同角色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 专业的技能 还有他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位置 以及他的经验 以及呢 他的不同的这种技能和超能力 那让所有的人加入呢 这个才有可能就是推动 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改变 所以他真正的挑战 就是在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 因为信任是很难建立的 因为我们会害怕 有恐惧 那也因为这个文化差异 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习惯的差异 或者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思考的逻辑 就是我们原本思考跟做事的方法 通通都不一样 那这样的合作是非常不容易 其实不只是公司合作 其实任何情况下的合作都很不容易 那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那OGP就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这个开放政府的这个伙伴联盟 他提供的这个一个方法跟一个平台 他其实是包含了四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呢当然是要有这个 高阶的这个政治领袖的这种承诺 就是说他们要就是下来承诺说 我们要来做这个开放政府 那这个是我们有做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 这个公司协力 需要政府跟民间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角色 就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合作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要产生出的是这个行动 就是真的去改变的行动 以及呢去让这整个过程是可以苛责的 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 Pure Learning跟Support 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 让不同的这个单位的人呢 能够互相的学习 然后以及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资源 能够来协助大家 那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 所以今天呢也是有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让不同公务体系的朋友 还有就是不同民间单位的朋友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之后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聊聊 就是各种困难 然后一起互相的学习 好 好 我看到有人说听不到声音 但是 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 那这个整件事情 真的很困难 没有错 那大概有五个重点 那这个五个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 第一个是怎么样找到对的人 一起来合作 那怎么样跨越刚刚说的不信任 恐惧文化差异 和我们自身的这种思考的逻辑 那以及呢 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跟观点的话 我们要怎么找到共识 以及怎么从这么多讨论当中找出可以实际执行的点 那最后呢是怎么在这么长的时间来保持 每一个方面的参与的动力 那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就是也是大家接下来的这个要执行各种行动方案的同事 的同人们的一些挑战 那社会制度的改革呢 其实我们需要很多人参与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那比方说这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角色 像是这个创作者 他们是艺术家作家 他们的工作呢是想象 就是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去想象一个更好的社会跟未来应该要怎么样 那还有很多倡议的人士 他们会去 他们会去抗议不公平的这个制度 那也有许多研究者跟学者 他们去评估不同制度的效益 那有地方的团体 地方的组织草根团体 他们去关注地方社群的这种利益跟福祉 那公民团体是去推动社会改革的运动 就是各种社会运动 那也有这个私营企业 这个private sector 他们会去生产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 那还包含我们的政府 他会去制定一些政策 以及提供公共服务 那最后是媒体跟记者 他们会去监督 负责做监督 然后去揭露很多的事情 当然包含宣传 但是我们虽然需要所有人 但是我们自己所有人也都需要进化 就是说我们要从原本的这个位置 跟我们原本在做的事情 还有原本的理想 然后就是再往前进一步 这样子才有可能让每一个人是真的有办法去合作 产生出可以合作的行动 比方说这个创作家跟艺术家 他除了去想象美好的未来之外 他也应该要去为这件事情 怎么样变成现实而去做倡议 那又或者是像是这个公民团体 虽然他推动这个社会改革的运动 但是呢他也应该能够更进一步的成为 就是连接各方这个厉害关系人的这种桥梁 那每一个当所有人都有办法 从他自己的这个理想 就是原本的理想主义的这个角色地方 再进一步的去进化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合作 所以简单来说呢 我们需要所有人的超能力 这些超能力呢包含就是这个想象力呀 道德勇气呀 还有专业的方法 这个研究的知识啊 学识啊 还有就是啊 关注这个地方的这种反应 快速的反应啊 还有以及就是行动的力量 当然我们也需要政府投入资源 跟把这些东西规模化 然后就是让他变成是一个有持续性的 这个这个政策 那一般的私营企业呢 他们有部署产品跟服务的能力 这些角色我们都应该把它加进来 在我们做这些社会 推动这些社会改革 或者是推动你的行动方案的过程当中 那对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改变呢 其实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协助 就包含未来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 现在你在做的这个行动方案 它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以及实际上我们要前往这个愿景的途径有哪些 以及我们的政策跟我们的这个商业的市场 是要怎么样一起来就是实现这样的未来 那中间当然也包含就是各式各样的公民团体 像是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 就是把这个各方的利害关系连接起来 然后去产生出行动的这种力量 推动的力量 那也包含就是我们把这个记者啊 媒体啊这些角色也拉进来 成为就是这个设定公共议题的讨论 所以今天呢主要的议程呢 就是在我的时段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来做成三个不同的部分的一个介绍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些讨论 第一个部分呢 还是会稍微复习一下说 我们开放政府的行动方案怎么写出来的 他到底这个summerize一下 他大概有哪些重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哎 到底这个东西在执行的过程中 跟评量的过程中 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指标来看 那最后呢 就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就是一些提醒的事项了 好 那开放政府的行动方案呢 这个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前面的议程 还有就是各位过去看这个手册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料 应该有一些这个理解 就是说 OGP提供的这个开放政府的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是强调一个超越我们的民主在这个投票以外 投票在之上的一个民主 它包含了四个比较重要的项目 就是透明 然后这个 含龙跟开放公民参与 然后这个负责与监督 然后最后是科技与创新 那这四个元素呢 结合起来呢 就是 我们的OGP 那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有听到很多的不同的名词嘛 像是这个MSF是我们的多方利益关系人 然后我们的NAP就是我们的国家行动方案 等等 那这些那今天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呢 比较有关的呢 其实是下面三个 第一个是Smart Smart是一个分析的指标方法 那分析的框架 那它主要是包含就是五个项目 就是要明确可以测量 能够实施 而且要有感 人民要有感 然后最后是可以在时间内做得完的 那这个是我们 之前在写行动方案的时候 要求大家要去思考的这个五个项目 那IRM跟这个SAR呢 就是独立审查机制 跟就是这个自我评估报告 尤其是政府机关的部分 好 这是明智解释 那这个前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 就是说OGP的成员国呢 每两年呢 就会发布一次这个国家行动方案 那这些方案的承诺呢 具体都是跟透明啊 苛哲啊 能够促进社会改变的公共参与 就是让更多的形式的公共参与 有关的 比较有关 那政府的话呢 都会有透过这个部长层级的这个 国家联络人 就是来加入开放政府联络人来加入 以及组成一个多方厉害关系人的一个论坛 那每一次发布的时候 大概有5到15个具体的承诺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自己原本一直在做的工作 也有的是新的东西 那简单来说呢 每一个行动方案 就是每一个行动方案 它都可能包含四个不同的面向 它都应该是跟法律政策有关的 它可能不管是要立的新的法律 或者是一些新的政策 它应该是能够把它制度化是最好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跟一些开放资料有关系 那第三个是跟大量的公民的参与 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式 让不同的这个厉害关系人 可以加入来参与的这种行动 那最后呢 就是它是透过加入这个公民科技 或是用就是民间跟就是这个公部门 一起去共创的方式去完成 所以每一个行动方案都可以来思考 我的行动方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这四个面向的实际的这个行动 大概是长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我怎么样在执行我的这个行动方案的时候呢 能够把这四个就是元素也纳进来 那OGP相关的主题 然后行动方案怎么做等等 这些都是跟我们过去在写行动方案的时候呢 比较有关系的内容 那现在每一个 我们台湾应该是有18个行动方案吧 被撰写出来 也被这个行政院长跟这个就是具体的承诺了 那现在就是大家在推动的状况 那如果说台湾是一个OGP的正式的会员国的话 那行动方案会怎么样被评量呢 就是如果是正式的会员国的话呢 这个行动方案在过去 过去因为每一个会员国要缴会费嘛 那在过去的时候呢 是由这个OGP的主办方呢 他们在他们的秘书处之外呢 他们有一个独立审查机制的这个 就是这个小组 算是一个tap force 那他算是独立于他们自己的秘书处 跟他们的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之外的一个单位 那他们呢就会由他们的这个 独立审查的这个机构 就是会来跟当地的这个学者或专家 来就是来做这个来contract 然后这个contract之后呢 他们就会来撰写这个独立的评量报告 那所以呢一般的这个正式的会员国 他们就会产生出自己的 自己政府会自己做自己的这个自我评量的报告 然后另外会由就是这个OGP的官方来 就是针对你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 或是在撰写这个行动方案的过程当中的一些 是不是符合OGP的标准跟这个指标啊 来做一份就是独立的评估的报告 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这个独立的审查的报告 它就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指标跟quiteria 那不过因为台湾不是正式的会员国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进来 所以我们会有就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 就是说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OGP的这个独立审查的这个综合起来 他们认为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Public Influence的这个成长上面 还是比较低的 那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布的图 所以就是说在你这个 这个左边的这个呢 是在我们发展行动方案的过程当中 那右边这个是在执行 所以你会看到在执行的当中呢 可能有三四成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Consolation 没有任何的咨询 那只有少部分的呢 有少部分的11%呢 是只有做到Inform 那剩下的就是这些 大概有另外超过一半 还是真的有在做这个协力啊 公司协力啊 或是更多的参与啊 以及更多的这个 这个民间的这个意见的咨询 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努力的地方呢 那在这个手册里面 就是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公共参与的时候 就是最重要的五个阶段 那他当然是12345降下来 就是你需要广泛的宣传嘛 需要就是做焦点资讯 然后要广纳参与 然后最后是跟这些人一起合作 然后最后是可以赔利跟付权 那赔利跟付权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互相的去做这个empowerment的话 那每一个人最后还是停留在自己 原本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上面 那没有办法发展出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共同 互相合作的能力 好 那这些这五个重点呢 也是我们今天 想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进到就是说 那实际上我们到底在执行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要怎么做 然后以及他到底会怎么被评量 好 那在这个 OGP相关的这个手册 就是这个 都有翻译成中文的嘛 那在其中一个这个共创的这个标准跟方法当中 他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就是你在整个这个行动方案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尽可能的纳入外部的人 不只是你自己政府机关内的呃人 那当然政府机关内不是你自己单位的 可是可能跟这个行动方案可能还是会有关系的哈 这个也是可以再加进来 那不只是公民NGO或者是不同的政治团体啊 或者是刚刚我提到各种角色哈 社会的意见领袖啊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的网红啊 或者是一些在特定的族群或是跟你的行动方案特别有关的这些关键的利益关系人 他们都应该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被加入 那这个加入的方法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哎这个呃加入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这个加入需要能够被承诺说这个参与 也是可以来就是这个影响到这个结果 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必须要互相的同意 到底这整个过程跟机制是怎么样 那这些呃参与如何影响决定 那这个本身也需要就是一起来设计 那在我们这个国发会翻译的这个手册里面 最后面有两本 其实是跟我们今天呃在座的各位 在执行推动执行上面其实更有关系的 而不是这个独立报告的机制的工作手册 而是在说这个呃 这个参与跟共创的标准以及参与跟共创的工具 这两这两个PDF 那其实呢整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在他的共创的标准里面他分成三个阶段 他分成就是整个行动方案的周期 就是他用一个就是呃完整的这个cycle 就是像是台湾的话呢是以呃我们大概是三年多 就是说大概四年 就是从我们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到组成呃多方利益关系人论坛的 这些委员会啊然后到我们开始撰写行动方案 然后执行然后到最后就是去评估啊 以及开启下一次的这个呃行动方案的这个cycle的讨论啊 那这整个算是一个行动方案的周期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啊则是在你制定行动方案的阶段哈 就是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哈 就是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发展出这些行动方案的哈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在执行的地方哈 那所以是分成这三个阶段 那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呢他有三个比较大的重点哈 就是包含呃你是怎么做出决策的哈 就是你的decision making的机制是怎么样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平台跟空间哈 主要就是说呃怎么样让人一起来合作 怎么样对话怎么样产生呃怎么样实际的行动的这个平台哈 那呃呃呃最最小前面的这个是呃宣传哈 就是怎么样让资讯让更多更广泛啊 不是只有一个小的圈子的人 呃呃知道这件事情哈 或者是说怎么样让你的呃呃 呃呃行动方案实际上会被影响到的那一群人哈 或是实际上会被benefit到的那一群人 那也能够就是知道 所以广泛的宣传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他因为呢有三个阶段 然后有三个评估的面向 所以他呢就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九宫格 那每一个九宫格里面呢 都还在区分了就是两个标准 那分别是基本的要求 跟就是他鼓励你去进阶的一些指标 那所以呢基本的要求 当然是我们最基本要做到的部分 那鼓励进阶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多做的话呢 其实也不会很难 就是能多做也可以多往前去 那这个部分就是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是去鼓励大家前去做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说 那在最左边这一排 就是during的这个整个执行的部分 那到底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好 不过在那之前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就是共创的基本要求 就整理起来大概有哪些 比方说我们需要有 就是部长层级的这种开放政府联络人 然后由这个多方利害关系人论坛委员会来主导 那这个我们都是在过程当中 就是有不断的这个发展起来 那在整个循环当中呢 也希望说能够有网站把所有的资料 会计记录进度啊联系窗口参与方式等等 这些上网公布 然后他有针对这个频率 就是公布的频率跟更新的频率 那这个部分这个 也有我们也有完成 算是这样 那各种的就是厉害关系人的论坛的会议啊 然后有小活动啊 线上线下等等 那这些呢就是也是就是 然后以及就是这些草稿的review 需要有更多元的方式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涉及行动方案的时候 就是会有的 那当然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呢 更进阶的部分是什么呢 更进阶的部分 就是有包含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这个行动方案的本身 是不是我们有利用的就是说 一些非文字的方式啊 可能有比较有趣的 这种多媒体的方式 去跟这个更多的团体 或是更多的公民来 像一般的大众来沟通 那我们是不是有去更完整的说明 说哎 为什么政府要做这样的计划 或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行动 不做这样的行动等等 那以及我们有没有办法 有线上的这种仪表板 来及时的监视 说这个方案执行的进度等等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办理这样的开放会议的时候 我们的族群啊 这个是否足够多元 然后这些意见的回馈 参与的深度跟广度等等 那这些都是包含在他鼓励你进阶的部分 那希望说能够就是这样 那有些国家他会有主动邀请全国各界去提供意见的机制啊 啊然后至少一年一次跟这个部长这个啊 共同讨论这些评估的报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确保这个参与的面向足够的啊 深也足够的广啊 好 好 那像是这个仪表板啊 就是这个是澳洲的部分啊 那你如果到澳洲的网站 你看到他2018年到2020年啊 那他提出来的不同的行动方案下面呢 他有一些这个这个啊 不同的颜色啊 来表示他的目前的进度啊 那像这些紫色的呢 是他现在还就是按照他原本预期的进度啊 还在继续执行当中 这个橘色的呢 就是哎 这个有一些这个啊 虽然完成了 但有delay的啊 那这个橘色的是delay 那绿色这个就是哎 完成了 好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比较简单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说 哎 我们这一年 2018年到2020年 提出的八个行动方案 那各自现在执行 跟完成的进度到哪里 那不只是澳洲 像是这个 这个是加拿大的 那右下角这个是菲律宾 上面这是巴拉圭 都有用不同的方式 去呈现说他们现在完成的部分 那另外呢 也有包含像这个菲律宾的部分的话呢 他是有把 就是每一个行动方案 是哪一个单位在负责的 然后以及联系的窗口 就是有 就是公开出来 所以让就是可能是 其他的就是不同的 可能一开始没有被 没有被纳入 或者是我们的宣传也触及不到的人 他也可以去理解到说 那这个行动方案的执行的单位是哪些 好 那执行方案 执行行动计划方案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就是来讲一下这些不同的这个 这个标准 好 那基本的上呢 就是在宣传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是定期的去更新你的执行进度 好 然后允许 公众评论 允许工作评论 比较像是翻译的问题 比较像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机制 可以让就是公众可以一起来给你就是一些回馈 那进阶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政府跟CSO一起来共同更新这些内容 就是说不是只有政府单方面的部分 那因为CSO他可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 跟他的这个特定的族群来一起来沟通 那这个部分就会增加更多的这个触及 那以及承诺进度的操作界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 类似像以表版这样的部分 那在呃这个哎 抱歉这个自打错了哈 在这个平台跟这个合作的平台 就在这个讨论 跟就是协力的这个平台的部分呢 就是说当然是执行这个开放执行的这个会议 让更多的不同的意见的人 不同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 那也包含鼓励对执行的过程当中去提供意见 就是有一些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会每一步或者是他会 呃时不时的就是跟很多不同的这个 呃外部的这个团体呢来做讨论 那有的呢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哈 大概有三成多的呢 呃大概也是就是呃 呃就是没有任何咨询哈 那就呃实际就完成了哈 那再来更进阶的呢 就是说针对这个呃 政府的自我评估报告 是不是有公众的咨询哈 还有跟部长会员的机会啊啊 然后互动式的去讨论这些进度啊 以及就是去讨论IRM 就是这个独立审查机构的呃 独立审查报告的这个结果 来做这个啊 就是共同的这个检讨 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啊 抱歉这里字也是打错了哈 就是在我们的决策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在做decision making的部分呢 啊是否有就是跟这个MSF的这个 嗯 啊 啊有没有MSF就是我们的多方厉害关系人的 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加入哈 就是有没有他们的监督来监督这个执行 跟啊 可能是推动改善的方案哈 那以及就是说跟这个MSF的成员 一起来讨论就是啊 政府部会哈 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自我的评估的这个报告 那更进阶的话就还有组成工作小组哈 然后或者是啊 美季开召开会议啊 或每半年去更新这些进度等等不同的 那这些都可以在这个 嗯 国发会翻译的这个手册里面找得到哈 好 那最后呢 嗯 再进入这个问题讨论前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分享一些哈 就是可能要注意的心得哈 那跟一些就是提醒了哈 那在这个 National Action Plan 就是这个我们的国家行动方案 进行的过程当中呢 在执行的这个阶段哈 其实是呃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它包含就是说你需要有更多的这个 呃公民的参与哈 就是更多社会的参与哈 然后有这个高阶的这个政治的这种支持哈 政治领袖的支持 然后以及呢去呃呃 empower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去推动这些不同的改变哈 这个其实才是呃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 那想必大家在公务机关的同仁应该是比我们有更多深刻的感受哈 那所以我们在讨论不管是在每一个部分哈 即使我们现在在这个行动方案已经写完了哈 然后要开始来执行的时候我们也都还是应该先去定义哈 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去定义解放哈 哈就先定义问题哈再去定义解放 那包含就是说呃因为如果你先从呃你选择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哈 会会影响到说你是否有这个机会可以创造让更多人参与 一起去设计这个解决方案的空间哈 那在这个手册里面哈 你也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角色哈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呃具有超能力的人之外呢 也有不同的这种呃在手册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些呃呃 呃团体或者社会上的一些外部的成员 那呃呃去思考说呃呃呃呃就是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一起去来去看这个检视这个呃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的这个表格的话就就有办法帮助我们去分析说 诶那什么样的厉害关系人哈 什么样的在政府内部或者在政府外部的资源跟助力哈 是我们可以加进来一起来完成这个方案的执行的哈 那另外一个重点哈 就是说我们要来去聆听我们的厉害关系人 或是我们找进来的这些人 他们到底实际上是要说什么哈 就以这个就举了一个这个以疫情哈 就是这个肺炎疫情为例哈 那哎比方说呢我们找了这个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哈 或者是这个社福团体立法委员 哎他们都会讲一些这个资源不够啊速度不够快啊 或者是你看公民团体他总是说你的制度有很多漏洞啊等等 好那呃要把这些意见哈就是我们要去聆听他这些意见 他其实到底要说呃 他背后想要去去传达的这个呃 实际上的这个这个嗯 他的这个动动动动机到底是什么 就对他来说成功的指标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关键字放到你对外沟通的素材 还有你所有使用的语言里面那这些呃角色 他就会觉得他的这个需求跟他的想法是有被呃呃呃 纳入啊或者是他是有被重视的哈 比方说当他说资源不够不够不够或者速度不够快的时候 他其实在传达的是一个紧急的一个呃 的背后的一个这个动动动力哈 那或者是说当这个呃在讨论这个经济啊 或者是我们社会的复苏的时候呢啊 那可能是为了这个未来的发展好 就是他想到的是不是只有现在好 那呃在疫情过后 我们要怎么样让经济可以再复苏 让社会再恢复哈等等 那当你就是能够跟这些呃 你找来的这些人一起去呃呃 定义出啊一起去厘清啊 就是每一个想法后面所谓的成功的指标是什么 然后再重复的去把这些关键字哈放到你对外沟通啊 或者是你跟这些人沟通啊 所使用的这些语言里面哈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这整个合作是比较顺畅 好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好处 那以及当然不要忘记哈 就是在纳入这些外户的伙伴哈 或者是找到这些厉害关系人的时候 也要记得去找到那些可能会挑战我们的人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偏见的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刻板印象 以及我们是来自特定的这个呃工作的经验啊 社会的群体等等哈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盲点 那这些盲点呢有可能会阻止我们听见别人重要的意见 所以去啊所以去认知到好我们自己的这个盲点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好 那再来呢就是呢在你实际执行之前呢 那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先做一些Pototype 哈用各种工具视觉化啊 或者是一个小规模的试点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方式让你去可以去测试哈 然后来找到实际上最后会被这样的政策啊 或者是这样的社会服务啊对不起 公共服务啊 去服务的对象那些对象的使用者是谁哈 那来跟这些人沟通你们的计划 然后到底实际上要怎么做啊 你的工作计划 然后你的愿景啊以及你们可能面对到的一些挑战啊 所以不用担心说找这些人进来的时候呢 嗯 我一定要让他看到说哎这个是最最最最好的解决方案啊 那有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 开始沟通哈 那反而会有就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好那所以呢这个呃用各种工具好来去做这个测试哈 好那这个测试呢其实也包含说就是让呃可能你自己哈 或者是比外部的这个民众哈 彼此都不会有惊喜跟意外哈 就是说哎先有一个小范围的测试哈 那大家知道说哎大概有这样的东西 那之后呢实际上大规模推行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惊喜好大概是这样 好那最后呢是说呃给你的伙伴哈 就是伙伴就是说哎刚刚说的 呃可能是这个呃呃你的 ally啦 哈就是说你在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个呃助力 或者是在政府机关以外的地方呢 能够加进来啊陪你们一起呃执行哈 就是成为你的好伙伴的这些这些人哈 那你其实是需要给这些人参与的理由哈 参与的理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有时候我们收到这些参与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哎可能呃 呃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会议哈 那可能可是呢发现这个会议里面呢 他们已经把所有他们要做的方式 跟这个全部的计划哈 还有就是预算什么全部都已经就是这个呃完成了哈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那这个我们的意见 到底会怎么样的被采用好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呃这里给大家几个就是呃算是提小小小的提醒哈就第一个就是说尽你所能的去精准而且明确的去描述你们的目的困难啊以及挑战跟担忧哈就是而不是给一些空泛的或是广大题目或者是给一些大的计划你已经呃呃在计划之内好虽然行动方案已经已经拟定了那当你再计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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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你执行这个计划过程当中你的挑战跟担忧是什么哈那这些是不是能够跟这些伙伴来分享那这个就会让人产生参与的动力哈那让这些人知道说他们的参与是怎么样影响整个计划的执行哈不是只有来咨询跟就是领这个车马费而已哈那第三个是创造一个安全的这个环讨论的环境跟空间哈不会去指责任何人那也不会让任何你邀请进来的人 因为他的意见哈就是互相有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又产生出其他不好的效果那这些都会啊让人就是对这个参与产生却步哈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尽可能是邀请你的这些伙伴啦跟你一起来思考解决方案而不是邀请他们来评估你的计划哈因为当你邀请他们来评估你的计划的时候呢其实你是给了很多呃其实你是给他们很多机会好去说啊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 或者是给很多的这个否定哈或者是这个啊评量的这种啊角色哈那这个角色本身跟这个位置哈就从你邀请他的这个方式呢本身就决定了到底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合作的关系还是咨询的关系哈 那最后呢就是鼓励你的这些啊找到的这个你identify的这些 ally好可以在他的影响内力的范围内呢尽可能去思考更大的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呢这样子做的话呢就有机会让这些人呢他们会去思考因为每一个人都擅长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工作嘛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更有机会去帮你带入更多的他们的人脉网络啊资源啊 还有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方式那这样子的做呢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些伙伴保持他更多参与的动力 那因为你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能够一直持续的有这样的动力来跟大家一起合作 那这些的这些的刚刚前面讲的这些重点的其实也就是在 involve好跟这个啊共创协作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个empower的部分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啊 复权啊就是赔利跟复权让不同的角色的人呢能够稍微的呃再进化啊就是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好我们需要所有人的这种能力不是只有想象力而是说呃比方说创作者他不是只有想象力而是这些想象力能够更为我们去想象说这个实践实践这些未来的愿景的时候应该要什么样的途径啊那也不是说呃呃倡议的人是我们需要他的这个呃道德跟勇气好就是他的以及一些行动的力量等等 那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再往前推进啊好那所以最后面呢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困难很困难的这些问题啊那也想邀请大家除了提问之外呢呃如果大家愿意分享一下哈就是说你对于这些问题是那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呃呃包含说怎么样找到对的人一起来合作啊怎么样跨越这些呃我们有什么新的想法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呃呃包含说怎么样找到对的人一起来合作啊怎么样跨越这些呃 我们人跟人之间本来的这些信任啊恐惧或文化差异以及我们做事的方式跟思考的逻辑的不同那第三个是怎么样找到共识啊就在不同的背景跟观点甚至是不同的利益的出发点当中我们大家怎么找到共识以及这么些讨论最后要怎么样变成到底可以推动我们行动的点哈那最后是怎么样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保持参与的动力那呃呃 除了就是大家去看这个IRM的指标之外呢啊或者是看这个这个评估的这个方法哈他具体来说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indicator来做评量之外哈其实呢就能够掌握到这些方式的话呢嗯就相信大家可以啊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非常的顺利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然后嗯欢迎大家提问然后也 如果有其他的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谢谢 好谢谢阿端精彩而且扎实的这个分享内容哦那我相信在午后的第一堂课马上带来这么多的资讯我看到我们的slido上面已经有五六个问题在那边了在这边呃先由主持人提醒一下大家好赶快去到slido上面去无论是刚才阿端的精彩的内容分享你有想要给给回馈的话或者是你看到既有的问题你觉得 啊这也是你很想问的赶快点个赞让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的优先序位排列出来哦好赶快进入到slido上面已经有四五个问题了那我这边已经有看到有一些赞出现了那我这边就代为提问给我们的阿端好这边有一个呃观众朋友有提到齁执行长有提到改变要发生需要系统性的改变那你有提到了很多行动者的超能力那学员想要问的 事情是就台湾目前的状况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比较欠缺的是政府做的不够多呢还是媒体太堕落是倡议团体不听别人讲话呢还是创作者只顾着小确信而不接地气那台湾社会在这个系统性中哪一个部分是相对比较弱的那阿端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应该是有上网直播的嘛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话是那个想要我来就是评论说哪一个地方不够的话这实在是呃比较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可以说哈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没有错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部分哈我觉得你可能提到的这些这个这位同事 呃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些举例哈可能在某一些角度上看都是真的哈那的确也有一些啊可是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里面呢他都有不同的人比方说当我们提到政府的部分对不对哈就从民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些政府单位真的真的做得非常好了哈就是真的是做的啊真的是里面同仁真的是很认真而且就是想到的事情都很呃就是很细致哈 哈那当然也是有很多单位就是完全不一样对吧那所以每一个你说的这个倡议团体啦政府啦或者是创作者啊或是媒体啊等等哈那这些部分呢 你都有可能在这里面去找的到说哎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跟你呃比较不一样哈然后比较跟你的这个呃痛调啊或者是跟你的这个方式呃相对来说是比较契合的 的对象哈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呃呃呃不听别人讲话的话那当然是没有办法邀请来一起协力跟合作嘛哈那所以像不听别人讲话的话呢那这样的不管是他是上议团体还是其他的单位好这样的人你可能就可以呃你就可以去选择好会听别人讲话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的呃伙伴大概是这样那呃 这个部分先回来到这里哈因为我看到第二个啊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的战术升上来了哦那我觉得跟第一题有点像 啊就是说呃呃有人提到说请执行长用你刚才的这些标准啊步骤啊来平行一下台湾既有的案例那我想前面第一题可能他的用词有一些呃呃我我发现说攻击性好不好那是不是说如果说呃呃在台湾有哪些无论是媒体啊政府啊倡议团体我相信他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意直性或者我们用正面表列的 比如说呃执行长也可以给我们推荐哪些公部门的什么事情做得很好那也许其他的公部门就可以来进一步的借鉴或者是哪些创意团体他其实是我们公司协力很很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模式哦所以呃这一题本来是呃有学员想要请执行长讲讲看就是说哪些部分可取啦那也许就顺着第一题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正面的鼓励或案例嗯那个 呃等一下我看一下了接下来的议程哈那接下来议程里面啊就是这两天的议程里面呢也会有其他的这个专家呃跟这个我们认识的朋友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啦哈那其中有一些案例我相信就是呃我相信就是大家都蛮有感也蛮不错的哈像是我们最近这个整个这个报税系统的这个升级哈就这几年哈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包含说他们用 这个使用这个使用者经验的分析像我刚刚说的先定义问题而不是先去发包说我要做一个呃千万呃的标案然后来做一个整个呃报税系统的大升级哈大概他是有很多的步骤那等一下呃我不确定是什么时间点好那像像有在做这样的事的这个工作人会来分享那像这样的呃像这些呃用我刚刚说的 方法就是说他先去定义问题然后找到一些使用者来测试他的idea哈然后做不同的啊然后纳入这个呃外部的这个人就是公公司的这不同的人那也不只是公民团体也包含就是这种呃可能是公司企业或是有不同专业能力的人哈就是一起加进来去讨论出这个解决的方法那这些部分这个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 很好的案例而且我也其实说真的我也感觉说大家其实不用觉得很遥远哈就是大家其实只要想一想10年前的台湾或者是15年前我们的公务机关哈跟民众互动的这种方式跟讨论哈像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所有的这个呃有很多公务机关的朋友啊加入这个BBB哈然后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线上就是用slido的方式啊去讨论这些呃我们的行动方案的 执行等等那这些过去在过去的台湾就是大家呃可以预见这样的未来吗啊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回头去想的话会发现哎其实我们已经往前进很多了啊只是我们在我们现在当下可能看到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觉得哎还不是很满意哈那但是这个不满意要怎么样变成我们就是在往前的动力啊那这个就是错的部分啊啊端讲的非常好让不满意变成进步的动力 哦那接下来呢呃有以呃接下来的题目有人想要询问说共创的部分啊公司是这就是所谓的公司协力吗还是只是跟公民社会一起合作阿端你怎么看 嗯就是说呢呃不是只有跟公民社会一起合作哈就呃呃这个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再去找一下他到底在手册哪一页哈不好意思啊不过呢在这个手册里面呢他其实有定义非常多的角色好像我刚才有提出 非常多的角色那这些角色里面不是只有公民社会 呃一种角色嘛那当然公司呃企业哈就是这个也是包含在里面那他跟所谓的呃跟所谓的公司协力大概是很类似的但是公司协力其实通常指的是只有公部门跟私营企业互相去去合作 那能不能够再更广的去纳入不同的角色那为什么要纳入这些角色哈那前面有说你要去先去定义这些角色他背后的到底可以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好那去协助推动这整个就是合作的部分 那当然呃有一些所谓的公司合作呢呃有一些所谓的公司协力呢也常常会就是呃可能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的关系哈 也就是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伙伴的关系哈 有时候是政府其实是发包的单位哈 然后呃民间是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私营私人企业呢这个公司呢其实只是承接这个标案的这种单位哈 哈那他这个这个东西一旦产生这样的这个呃不同的这个关系以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协力的dynamic哈 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部分 好谢谢阿端的回应接下来又一个问题浮上来了 再讲到说特别是执行的部分因为行动方案的执行 这边有提到说应该是政府要负责承诺事项的部会要来负责执行那在过程中还是要有公民的参与吗 或者是在执行的细节过程中依然要求有公民参与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参考的方案 嗯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说在执行的部分呢啊就是执行的部分当然有好几种情况嘛 好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执行的过程其实很长对吧 好就是我们不像其他的国家是做两年嘛 好我们是呃到2024好 所以如果我们今年就有行动方案写出来了 然后呢到这个呃 嗯2024之前呢執行就完成了哈那这中间呢就会产生出很多可能呃意想不到的这种惊喜好 那所以呢这是非常鼓励大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可以各种层面的去思考说怎么样纳入就是不同的呃 外部门呃外部的哈或者甚至是政府机关但是是不同单位的哈这种参与那呃可以用刚刚提前面提到的哈就是说你有一些 你有一些Prototype来做一些测试测试你的idea 或者更多的去沟通你遇到的困难哈或者是你是怎么思考这些工作的计划哈 好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大家呃包含就是这个实际执行的单位呢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种呃意外啊发生 这样子 好我想刚才执行长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所谓的公部门或是民间团体他其实也是抑制和多元性的 所以也许这样的一个问题呃不会是一个标准答案就在这边现成的给大家 重点是其实要回到那个议题脉络还有他牵涉的部会或是既有的法规是什么哦 好来接下来这一题哦比较像是名词解释有民众询问说什么是公民科技 因为你刚才在简报中有提到这一个专有名词但是有人不太知道公民科技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问说现在用的slido算是一种公民科技吗 或者Facebook的粉丝也正在直播是一种公民科技吗 来哈端 嗯公民科技的话定义有很多种 那当然主要最最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 呃科技促进就是社会的改变的一些工具 那但是这样的定义其实也是蛮广的嘛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科技都改变了社会啦 对所所谓的公民科技呢 比较多更多的是在谈说他是由 呃他可能是开放的 他可能是开源的 他可能是由这个公民就是一起去产生出来的 或者是他是资料是开放的 以及他的所有权 好跟使用的权利是开放的 好所以像Facebook的话呢 他资料不是开放的吗 好但是他当然也改变了很多 就是促进了很多社会的改变 好但是我们就不会说公民 呃Facebook是一个公民科技 大概是这样 简单的来回答是这样 好来我们时间最后五分钟 总共有两题我想说我一次把它念完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NAP 有可能要求或规范地方政府吗 就包含相政施工所 还是说不同的层级需要规划不同的AP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执行上提到的主办关系 感觉是属于比较平行组织可行的方式 但是政府其实是科层体制 执行方式是层层下转 所以似乎就很多时候想法跟实际上的做法 和那个发挥的场域就受限了 那这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最后请阿丹帮我们回应一下 好第一个好 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行动方案 是只有这个政府部会的 不包含地方政府的 那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的这个分级 所以其实说这个行动方案承诺的事项 都是这个中央主管机关 然后各级的机关 他可以执行的部分 不包含地方政府的部分 那地方政府如果愿意来推动这个地方的开放 政府行动方案的话 那这个也是我们也是非常乐见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这位同仁 这位也是匿名的同仁 就是我觉得他提到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然后呢也是 可能应该是有很深刻的感受 才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评论 那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务机关是层层下转的 执行的方式是一个就是一个 他有一个hierarchy 那这个hierarchy的目标 就是为了要能够苛责 那想必在公务机关的同事都知道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 每一个决定跟每一个行动 到底是谁批准的 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谁知道 然后到底是谁在做 那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公务机关的确是这样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创新的机会 或者是找外部的这些进来的机会 就会变少 所以呢整个OGP在提供的 是在说某一些特定的行动方案 跟某一些特定的政策的推动下面 我们可不可以用不是这种 hierarchy的方式 尽可能的来开放跟透明 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 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保持这个克责 因为你透明化了 因为你有更多的参与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过程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用这个方式来确保 它还是有一定的克责性 但是我们可以有更多创新的空间 所以呢要做到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需要有你的可能的主管 这个主管机关的这个部会的首长啊 或者是这些更高层级的这个政治领袖的承诺嘛 而且或者是说它有被纳入到这些讨论 就真的可以做decision making在这个部会里面的 或者是他要能够去尊重就是我们找进来的各种的外部的伙伴 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不会说长官突然说啊这不满意 就全部打回票 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这些部分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也需要大家一起来考虑说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我相信在这个政府部会里面也有很多 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办公室行政院这边 或是唐峰办公室这边 也可以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协助 谢谢 OK好 再一次谢谢我们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执行长 吴明炫武执行长 就是阿端 为我们带来这一次精彩的演讲分享 还有最后的QA 我们再一次谢谢阿端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提醒大家 就是10分钟之后回来我还是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活动是要做这个线上互动的 那休息前先确认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下午的签到 特别是有些公务同仁需要做这个进修时数的话 请确保您的权益 要确认一下你下午有签到 那此外呢10分钟的休息时间 如果您的音讯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可以尽快跟我们做联系哦 那包含说你在加入这个会议室的时候呢 就是要允许我们的浏览器去可以抓取你的音源 包含说你收音的部分 还有你那个播音的部分 所以收音的部分包含麦克风 播音的部分包括喇叭 那如果您是在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里头 先确认您的耳机以及麦克风 那克服了这些技术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互动的环节 才能够顺利进行 好那以上的事先提醒 我们10分钟之后2点40 再回到我们的线上活动现场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观众